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中心的林雨菲和高子健 他们首先上场在第一个技术动作也是完成了这个五月布鲁斯的这个图案舞 因为本赛季的这个韵律舞的这个规定的这个音乐类型是街舞类型的音乐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在街舞类型的音乐当中经常出现的是类似于美国的这种嘻哈的这种黑人音乐 所以呢在国际花联本赛季的这种这个规则当中 也特殊的强调了在这个音乐的这个歌词当中是不允许出现一些具有攻击性的和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歌词 也是运动员在选择这个音乐的时候也会要去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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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